你知道越南服的老六有多牛吗 这是来自越南服的亚瑟王 他刚到上路就看到河水不太一般 抽过去一看 好家伙 这水怕是被投毒了吧 赶紧撤回来 结果迎面就走来了一个六级的理性 刷着一下就把亚瑟给收走了 而就在这时 亚瑟惊奇的发现 自己在死后居然还可以走动 甚至技能也可以释放 对着理性就冲了过去 可怜的理性还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就莫名其妙的被收走了 从此之后亚瑟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来到线上先下河把自己给献计了 然后再拖在尸体追着理性 理性非常无奈呀 打又打不掉 跑又跑不赢 虽然你有你的科技 但是我也有我的狠活啊 越南服就是这样 你永远不知道对方下一个技能会是什么 如果献计有段位的话 那么接下来的蓝脸王就属于王者级别了 注意看他刚到线上 你不一个大招就变成了凯爹 上去就是一刀啊 蓝脸王瞬间大惨 见情况不妙 蓝脸王赶紧装死投降 凯在原地蒙圈了 技能根本打不到他呀 正在一筹莫展时 蓝脸王趁其不配 一套技能就呼上了 凯爹当场隐恨西北 而接下来他的操作更加离谱 他直接冲到人家高地塔上 然后装死 等龚顺驴出来的时候 一套技能瞬间拿下 不过这时已经被一旁的张良发现了 一狗吸住他的大动脉 蓝脸王想装死也来不及了呀 正当张良洋洋得意准备走死 蓝脸王居然扎死了 又是一套组合拳 张良也瞬间凉凉 看到这我真的是服了 不得不说啊 越南服的老六才是真正的老六 他们没有破绽 没有缺点 他们有的是一百种让你量的方式 但是接下来的这种情况 你们见过吗 峡谷里面居然出现了地球 并且他的技能啊 都是根据地球具有的特征来命名的 比如什么潮汐之力啊 电池场啊 流浪地球啊等等 但是这些技能都比较普通 最牛的还是属于他的大招万有引力 此时对面正压上高地 马上就破塔了 只见地球一个万有引力 瞬间将对面和小兵都拉了出来 然后再一个将棋拿下 我不想让你赢 你永远都赢不了 我慢慢地问一下大家 如果你们遇到这种对手 用什么样的科技才能打败他们呢 越南服的选手给出了标准答案 那就是用魔法打败魔法 于是两个地球同时出现在了峡谷 一场大战 一触即发 哈 险胜 你知道越南服的英雄有多牛吗 仔细看这个小鲁班 他刚到线上就被鱼姬一个闪装 一技能送去领了盒饭 既然情况不对啊 鲁班也不装了 只见他一个二技能就把自家水晶带了出来 可怜的鱼姬还在为自己的闪装 一技能得意洋洋呢 殊不知啊 他的大陷将至 另外在上路扶墙走对抗的老头也难逃小鲁班的毒手 他先对老夫子勾引一波 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四个人都忍不了吧 老夫子过去就是两门鬼 接着鲁班迅速开机跑拉开身位 然后再用一发炮弹把水晶拉了过来 见这操作老夫子手忙脚乱 不知如何扫 最后还空了个大 丢人也不嫌大 同样在越南服的另一个区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注意看这个孙侧 此时他刚抢上司机 就被对面团团包围住 好在自己反应够快 不然也要交代在这了 越想越气的孙侧 彼此开着船拉着防卫塔就冲了上去 一下顶飞三个还把吕布拿下了 接着孙侧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拉完上路他拉下路 也不管队友的死活 一个人开人就完了 当然了 越南服的选手真就火了 那真是五号八门 他们不光能搞自家的防卫塔 就连对面的防卫塔 他们也不放过 仔细看这个钟鬼 他直接一下就把对面防卫塔拉了出来 可见在越南服里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他们做不到 要是没点科技 都不好意思在这混了 但是要说玩的最狠的 还得是属于这个时候 他直接拔掉自家防卫塔 扛着防卫塔就上了对抗路 每周几步就会伸出一个新的防卫塔 一条路走进来 整条路都被布满了防卫塔 而且这个防卫塔可不是一般的防卫塔 他的攻速超级快 对于对面的防卫塔也可以造成伤害 每当中一个塔 不到三秒就直接秒掉对面一座防卫塔 这不仅仅是科技 连狠活都安排上了 嗨 显身